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好看的舞台屈指可数 这一季被誉为天花板的佳人 最终也只拿到了一个倒数第二的成绩 这个节目最有看点的部分 就是舞台之下的故事 无论是选人还是选歌 又或者是训练时练习的画面 都远比修音的舞台要好看 如今四宫的组队与选歌都完成了 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又发生了哪些故事 王心灵自信 王心灵是本季最火的姐姐 在场外她拥有超高的人气 在场内她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 经过三轮比拼后 王心灵已经摸透了通关密码 第三次公演的时候 王心灵组队的标准就是美 这样她受益匪浅 虽然拿到了星星点灯这张烂台 但是她的队伍有颜值 有实力 仍然获得了全场第一的好成绩 第四次公演 王心灵的成员全都留了下来 这样她很有底气 她很清楚拥有这样一支 能唱能跳的队伍 不管选什么歌 出场顺序是这样 怎样的都不怕 于是我们看到 在选歌的时候 排名第一的谭薇薇很纠结 一会儿想选你的样子 一会儿又想选野蛮生长 一旁阿萨很淡定的说 要不让我们先选吧 阿萨的淡定来源于强大的自信 王心灵的队伍很快就选中了目标 根本无需纠结 第三轮公演决定出场顺序的时候 王心灵队伍被挪动了三次 最终第一组出场 这一次她依旧没得选择 别人把好的位置都选择了 王心灵组最后选 她只能选择剩下的位置 最终王心灵组要PK强大的宁静战队 这是一张下下签 但是王心灵没有任何担心 她和队员都很自信 对这个位置不仅没有不满意 反而很开心地高喊压周 王心灵很自信地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郑秀妍伴猪吃老虎 王心灵这边因为队伍实力强大 所以很自信 而郑秀妍那边队伍实力比较一般 她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选歌与赛道 最终郑秀妍如愿地拥有了优先选择权 她果断地选择PK纳英 台下的纳英开玩笑地说 郑秀妍觉得我弱 所以要PK我 郑秀妍的解释是 我选择三 是因为她是我的幸运数字 仅此而已 其实郑秀妍PK纳英的理由 可不像她说的这么简单与随意 恰恰相反 郑秀妍十分重视赛道的选择 否则她不会让王子玄去抽签 她说王子玄运气很好 如果郑秀妍真的不在意 就不会相信所谓的运气了 如果郑秀妍真不在意 不会在王子玄抽中一号选择权势 如此的兴奋 别看郑秀妍语言不通 对一代团和二代团的实力也不了解 但是从六位世界出场的VCR中 就已经看出了猫腻 一代团是三位舞者 二代团是三位Vocal 郑秀妍拥有丰富的成团经验 她知道什么样的队伍 能赢得比赛 千万别被她呆萌的外表蒙蔽了 其实郑秀妍很聪明 她只是在半猪吃老虎罢了 余文文提前锁定败局 要是这次选歌与选人环节 最惨的就是余文文 首先因为她在上一轮排名倒数第二 所以她没得选 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剩下的 没有主动选择权也就罢了 可没想到新加入的胡信尔 突然晋级成了赵英泽2.0版 胡信尔以前是很温柔 很低调的 这一次突然给自己加戏了 她提议余文文去PK宁静战队 余文文为她为什么 胡信尔很隐晦地说 你真的要我说出来吗 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胡信尔给出了解释 她说因为自己一直跟着纳英 所以不想PK纳英 但真实的情况 胡信尔没好意思说出来 胡信尔之所以不想PK纳英 根本不是什么姐妹情深 而是因为纳英从一宫到三宫 每一次都赢 从未有过败祭 第一轮公演 纳英组的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地开获胜 第二轮公演 纳英组的谁不是获胜 第三轮公演 纳英组的四人团 战胜了宁静组的三人团 胡信尔一直在纳英组 所以她很清楚 纳英三轮公演的成绩 她理所当然地 以为纳英还会一直赢下去 但是她想得太天真了 她不了解一代团和二代团 实力上的差距 这一回宁静率领的金晨 利斯丹妮 孟佳 完全可以毫无悬念地 击败纳英率领的荣祖儿 极客俊逸 江应荣 胡信尔不是内地明星 所以对这几位姐姐的实力不了解 她只是单纯地认为 纳英是天后 所以不会输 然而胡信尔的观察力 还没有正秀严强 人家一样对师姐团不了解 但是仅从VCR就可以判断出 他们的特长和实力 而胡信尔是演员 不是歌手 所以她没有这种精准的判断力 为了照顾胡信尔的情绪 最终于文文选择PK宁静 这个选择大错特错 最终也导致她在第四次公演的时候 又输了 其实在选赛道的时候 宁静提醒过于文文 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但是于文文还是选择听从队友的内心 而不是自己的内心 当她选完赛道以后 唐士义小声地说 我觉得你自己选的根本没有问题 意思就是说 你想PK纳英 不想PK宁静这件事情没错 可你为什么还是听了胡信尔的呢 于文文的犹豫和心软 让她在第四次公演中吃尽了苦头 此时我无比想念留恋 如果她在的话 于文文就有主心骨了 留恋是最强大了 擅长分析与判断 如果她在的话 肯定会任由胡信尔 不会任由胡信尔乱来 留恋最拿手的就是分析 与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 如今留恋不在了 于文文本想固承大局 结果却因为这个决定 导致她提前锁定了败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